行,若大盛道求加持,恩怨忠庸今虽献,思良各个无决定,不应虚妄分爱争, 情修舍心求加持,生死流转无奇时,入胎受生亦无粗,固执有情皆是母,愿生思见求加持,今生爱我母为罪,众母爱护亦如是,思辞厚恩未能报, 意念母恩求加持,若知有恩有舍弃,似我下列更有谁,事故图报当拔苦,并与圣乐求加持,有恩母等伐安乐, 我以身材上根施,愿诸有情皆得乐,一切远距求加持,母等众生苦所逼,苦因苦果愿尽离, 众有余阳我带受,情修悲心求加持,一切世间诸有情,或无漏乐断苦根, 我应决定如是作,愿恕堪能求加持,任运承伴自他利,世尊而外更有谁, 以此为利又情事,愿恕成佛求加持,自他与苦皆不欲,愿得安乐此心同, 他只求乐一如我,自他等事求加持,爱自极成众苦因,爱他则是万善根, 身佛差别从此出,自他相患求加持,以我善乐诸因果,他苦因果尽无余, 如风去来行取舍,由此发心求加持,为令发心长不退,念其胜利日六修, 断四黑法衣白法,如礼情形求加持,成就利他发红事, 卫数圆满此事愿,尽收大姐起大行,勤勇修学求加持,生命资据三世善, 各谁所愿施有情,从心变现已布施,舍心增广求加持,别解脱等诸律仪,舍命不犯众恶行, 弱者弱性违维系罪,羞耻防护求加持,人即非人似大种,所作损恼多相逼,断除称惠不语教, 官业忍受求加持,既为利他求菩提,无量尖心经节海, 于足难行无确卷,着精尽楷求加持,念旨坚固除尘调,心缘一尽生清安, 身心愚善又堪能,随意得子求加持,以分别致观法性,即有观力引清安, 父从清安发升官,愿生此会求加持,由时设众成眷属, 说如法与世理行,以身作则献同事,四舍利他求加持,以修共道成法器, 当求俱得阿瑟黎,未入秘密圣上圣,受似灌顶求加持,所受真言诸秘戒, 若善守护亦成就,不守绝当堕地狱,舍命征护求加持,密布甘心二次地, 达经要以其永进,一日四座无间断,以时照修求加持, 世子妙道善知识,如离勋修同行人,愿慈正法久住识,内外瞻席求加持, 愿我生生欲明师,宝参妙法甘露味,时地武道功德满,素极正德金当持。 很多善知识都有解释这个菩提道次地,那希望你如果会上网, 你也去查哪一段你不懂,你要先懂,这属于知识的,文字般若, 那再来呢,那你就要去按照这样去实修, 所以最后你就可以了解真相,那我们就讲个重点就好了, 特别各位今天139页第9,我们今天首宝宛宰戒, 那就进入了这个想要需求解脱,但是我们也希望从解脱转为慈悲, 帮助众生,那前面告诉我们,因为依止善之事, 而且我们现在脱离八难时圆满, 所以也知道体悟无常,善恶因果, 所以我们归一三宝,那我们就要开始忏悔恶业, 所以第9呢,除了忏悔恶业, 我们进一步要勤修善业,第9,此生勤修白业因, 不是黑业,白业,就是能够有福报的, 甚至就近解脱的,甚至成佛的, 那这辈子要努力去修善业, 一得人生贤善生, 所以我们又能够得到这个做人, 乃是来世升天这样的福报, 但是这样还不究竟,为什么? 自信之苦不能悦, 我们内心里面还有贪嗔痴, 生天就是有傲慢啊, 喜欢快乐啊,做人来后面啊, 所以太太,先生,儿女好啊, 但是呢,还是会怕,怕轮回, 所以因为我们还有贪嗔痴, 就像各位现在,你会不会担心生病啊? 最怕人家说你得癌症啊,这样, 所以每次他们叫我去身体检查, 我就批批说, 我已经被检查有三次癌症, 三次, 一次还真开刀了, 开完刀还说开错了, 他不知道我忏悔得要命, 我很怕这个癌症, 这个眼睛有问题, 整个骄傲,骄傲的习气, 眼睛会有问题, 但是我已经不再生气了, 过一关, 后来第二次检查是, 是胆还是, 胆里面有这些, 就像癌细胞一样, 那时候我天天也是努力做替身啊, 从1.5公分, 医生说, 在棺材中, 1.5公分变成0.3, 又过关了, 那个医生就每天做替身, 啊啊啊啊, 他说这人家教我的, 第三次是肺, 肺, 肺部, 他们检查说有三个白点, 然后医院也准备好了, 要开刀, 那时候怎么办, 我又打电话, 请是大包法王, 你说他怎么回答, 我问他, 要不要紧啊, 他回答是, 可以开刀, 会花去啊, 可以开刀就是有问题啊, 那我想这怎么办, 我又坐飞机去缅甸文老和尚, 我缅甸也为了打坐了老法师, 会看病, 也有一点神通, 他关了老半天啊, 他就跟我说, 没问题, 不用开刀, 只要如何如何去做, 特别我在放生了, 因共, 所以, 然后呢, 终于又过关了, 但是对我来讲, 我就觉得, 哇, 这个, 这个癌症呢, 他一跟你讲, 你就, 就, 吃不到都睡不着了, 特别因为我是在放生的人, 放到得癌症, 做烟共做到得肺癌, 那还得了, 所以医生说, 你怎么天天抽烟, 哪有抽烟, 我哪有抽烟, 我做烟共你没了解我, 但是因为这个是善业, 这不是抽烟, 抽烟是恶业, 当然不一样, 当然我在家是有抽烟, 那至少我出家没有了, 但是至少就, 就这样过了, 但是这样你还是会怕, 哪一天还是会来, 就像我去检查腰, 有个医生说, 五年后来找我, 我说干嘛, 开刀啊, 我就太算了, 五四三, 就像再见了, 开刀, 因为我爸爸就是开刀, 失败, 很痛苦, 差一点自杀, 好像过关, 没死, 他自杀以后, 就是开刀以后还是苦, 苦到没办法, 所以家里有这个供业, 所以他跟我讲五年我就很烦了, 五年我就不能动了, 但是现在已经过了五年了, 因为我也很努力忏悔, 广修功德, 那是永远会怕, 这个叫自性之苦, 因为还有一个我质嘛, 对身体, 对某一种东西, 就像各位做女人, 你很怕你先生离开你, 这个也是一种执着, 自性里面没有, 还有这个爱染, 还有贪生痴, 所以, 这个不行, 所以各位一定要, 愿求出离, 你能够超越这个执着, 对身体的, 对感情的, 这些我执, 法执, 要有解脱, 所以第十, 有海漂流不自由, 山有, 什么有, 欲界有, 色界有, 无色界有, 欲界里面就包括地狱啊, 轨道, 都是属于欲界的, 欲界还有天道六天, 色界, 那色界天有, 十八天, 无色界天四天, 合起来是二十八, 但是你只要在山有里面, 一个讲的是贪, 一个讲的是撑, 一个是讲吃, 所以你在山有轮回, 你永远不自由, 做此恶聚, 那为什么会山有轮回呢, 是祸业, 什么叫祸, 祸就是贪嗔痴, 无名, 因为无名我只是生起的贪嗔痴慢, 你叫迷惑的烦恼, 有迷惑, 那你就会牲口一造业, 所以做此恶业, 那我们在山有轮回的, 就是因为迷惑造业, 所以你就山有轮回, 念一下, 迷惑, 所以造业, 造业, 所以轮回, 那佛教里面叫, 此生则彼生, 此有则彼有, 这叫因缘所生法, 所以念一下, 此灭, 则彼灭, 所以, 那你不再迷惑, 这就不再造业, 不再造业, 那这个有了轮回, 此无则彼无, 就没有, 这个佛教叫生灭法, 那所以, 这个山有轮回, 这么痛苦, 做皇帝也很怕下台, 做义皇大帝也会下台, 都是在轮回的, 都是因为迷惑造业, 那业, 没钱, 怕生病, 怕人家对不起你, 很容易起心动念, 所以因为有这个烦恼, 执着, 所以各位要发愿, 誓诸祸仇求加持, 求佛菩萨加持, 我们发誓要断除, 这个生命的敌人, 就是这个迷惑的仇人, 所以你已经把儿子生出来了, 然后他天天在贪生吃, 那你不是让他更痛苦吗, 你要告诉儿子, 生命的目的是消灭生命, 轮回痛苦的因, 这个起码的条件, 你没有达到, 你读十个博士, 你娶漂亮的太太, 你做多少的国王都没有用, 你永远在生老病死, 就像希达多太子跟他的爸爸说, 你可以把我生下来, 爸爸, 他跟敬方说, 你可以不要让我老病死, 爱别离的痛苦吗, 他爸爸说, 没办法了, 大家都要这样, 但是他一定要, 他连王位都可以放下, 六年苦行, 他就要断除这个生死轮回的因, 他断除了, 他才可以帮助其他人断除, 帮助众生人断除, 所以各位要有这个决心, 事诸祸仇, 以后人家既然你写毛病, 你就写这个四个字, 你要发誓, 不成正觉, 不起始作, 要有这个, 事诸, 要断除, 千万不要说, 没办法, 我这个脾气就不好, 我这个就没办法, 我就是喜欢抽烟, 你小小的抽烟, 你都戒不掉, 你还讲什么臣佛, 小小的喝酒, 你都断不掉, 小小的发脾气, 断不掉, 还想怎么解脱臣佛呢, 所以, 但是各位如果, 你要解脱, 一定要, 事诸祸仇, 求加持, 而且你继续思维第十一, 业获增上层流转, 因为造业,